许念念第一反应 二叔是不是看见思思 跟靳瑞阳干嘛了 他下意识和靳玉对视一眼 靳玉也一副不知情的神情 倒是老太太和刘桂梅 惊讶的同时 诧异不已 啥 咱家黑梅球要嫁人了 老太太大腿一拍 杀千刀的呀 你是想嫁闺女小疯了吧 咱家小黑猪就是没人要 也不能随便送人呐 你想干啥缺德事啊 刘桂梅这个亲妈 先是被许思思要嫁人 这个消息给震到了 毕竟她闺女要嫁人 她这个亲妈都还不知情呢 接着听了老太太的话 汗言不已 得亏闺女随吧 是个心大的 她家丫头这次回来 明明都已经变白了好多 比以前好看了 充其量也就是个小黄猪 咱还叫小黑猪呢 多难听啊 徐二红指着外面 娘爱 不是我要卖咱家小黑 是咱家小黑不老实 干缺德事了 一边说着 徐二红一边转头 对静玉说 小静哪 二叔对不起你们老静家呀 快 快叫你小姑出来做个主 我让我们家思思道歉 二叔 有话慢慢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徐二红这话一出口 静玉大概猜了个苗头 许念念更是满头黑线 还真被她给猜中了 不过她二叔 也是真够搞笑的 对不起老静家都说出来了 就现在 许思思和静瑞阳的情况 怎么说 也是静瑞阳对许思思干啥了吧 徐二红一脸苦大仇深的表情 拉着静玉的手说 哎呀 不不不 这事说不清楚 学让你们家长辈过来 刘桂梅和老太太 更是直接被徐二红的态度 给弄糊涂了 还好在场 还有个脑子在下的 能治得住徐二红的 许问天看一家人着急上火 半天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儿子 你先把事情说清楚 徐二红还想嘚瑟两句 老太太直接一拖鞋 扔到她脸上 傻千道的 别演戏了 赶紧说 到底咋回事 徐二红善善地接住鞋子 然后一本正经地跪在地上 娘 半路地 我没交好思思 是我的错 你们惩罚我吧 但别怪在孩子身上 有什么事 只怪冲我来 闺女没交好 那都是当爹的错 我 二叔 你直接说重点 许念念实在无语 徐二红的戏精表现了 赶紧出言打断她 生怕她再不说出重点 会被老太太一巴掌拍飞地找挖国去 徐二红按地里抹了一把心酸泪 她终于找到机会 把闺女许出去了 虽然这么做 有些丧德 但没办法呀 谁让她是当爹的呢 许问天 则是被徐二红那一声半路爹 给雷得不轻 差点被她激出泡胀皮起来 看着她那由头粉面的嘴脸 暗自吐一口气 告诉自己 这是欠她的 正好这时候 听到消息过来的靳南希 也下楼了 看到徐二红跪在堂屋里 身为外人 靳南希自觉地想要出去 结果呢 徐二红一回头就看见了她 跪着跑过来拉住她的裤腿 亲家 刘布 靳南希莫名其妙 念念她耳术想干嘛呀 众人也是一脸不解 徐念念简直没眼睛看 一手无脸 这二叔真是越来越不想要了 饶是禁欲 也差点没绷住笑出声来 老太太和刘桂梅 更是差点没脱掉裤子 扎在脑袋上遮羞 这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许问天抚了抚心脏 一边顺气 一边告诉自己 亲生的 亲生的 念念她二叔 有话好好说 你先起来 靳南希尴尬地说 内心吐槽 你倒是先放开我的裤腿啊 裤子都要掉了 徐二红最终也没起来 但是靳南希被忽悠进屋了 被徐二红强行要求 坐在和老太太许问天 一个方位 而她就跪在面前 靳南希莫名 有种被长被的感觉 杀浅到的 你快说 到底有啥事啊 老太太没忍住 又抽她一鞋底子 我词不进行